欢迎来到K哥研究室,我是K哥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呢 在2016年马斯克的一次访谈中主持人问他 如果宇宙中有高级文明可以通过模拟的方式创造世界 你认为我们的生活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呢 马斯克是这样回答的 为什么马斯克说我们活在真实世界的概率只有十亿分之一 而最近OpenAI最新的世界模拟器Sora发布后 这种可以仅凭文字就生成一架乱真视频的程序 更是让人类科学家几倍发了 人类在将来完全有能力制造出一个无限接近于真实世界的虚拟世界 并且创造出和我们一样智慧的虚拟角色 但是这些角色应该不会意识到自己正生活在一个由人类创造出来的虚拟世界中 那么反观人类 我们有没有可能就生活在一个由高等文明创造出来的虚拟宇宙中呢 而如果宇宙是虚拟的 是设计出来的产物就一定会有bug 于是为了找到bug 300年前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们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性展开了实验 可实验的结果却让他们感到恐惧 就连爱因斯坦都开始质疑长久以来的科学研究 那么他们究竟发现了什么呢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 我们把时间推回到1666年 物理学家牛顿在一次三轮进实验中发现 光的分解和复合就如同七种颜色微粒的混合和分开 于是他认为我们看到的光其实是由非常微妙的微粒组成 可是这样的观点却无法解释一些光的其他现象 比如折射 比如当光经过一种介质时会看到虫影的存在 1655年 意大利数学家格里玛蒂发现 光在经过小孔之后会形成像水波经过小孔一样的颜色现象 他马上意识到光不是粒子流 而是像水波一样向外传递震动形式的一种波动 这就是早期波动说的来源 但是光如果是一种波动的话 为什么不能像声音一样绕过障碍物 为什么我们站在一堵墙后面 能听见对面的人说话 却不能看见对方呢 于是在1678年 支持这两个学说的人 在法国科学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最后演变为持续三百多年的玻璃之争 以前的物理学家就这个话题吵得不可开交 后来就有人说 吵什么吵 是波还是粒子 咱们做个实验不就行了 于是到了19世纪初 著名的科学家托马斯·杨设计了一款实验 来验证光究竟是粒子还是波 这就是双粪干涉实验的最初版本 杨氏双粪干涉 它将光束照在两条平行夹粪 在接收品上呈现出一系列明暗相间的条纹 这是典型的波中的干涉演射现象 就像你在湖中投下去两块石头 产生的水波一样的干涉 于是光的波动说扳回一尘 但是光既然是一种波 那么它能在真空中传播是依靠的哪种介质呢 尽管科学家们提出了以太这种说法 不过仍旧未能打消科学家们心头的疑虑 直到托马斯·杨去世的百年后 1909年英国物理学家杰弗里·泰勒绝时 对杨氏双粪实验进行了改良 带来了至今仍让整个科学界困惑的灵异现象 如果说用一束连续发射的光子照射双粪后 得到的是阳式的纹路 那么如果换成单个光子呢 于是这个实验将摄入的光束强度大大降低 在任何时间间隔内 平均最多只有一个光子被放射出来 经过很长时间之后 累积了很多的光子在接收屏上 他发现还是会出现类似干涉的图案 这个时候就很诡异了 它是一个一个发射的光子 就相当于我们拿枪射击 一颗子弹只能从其中一个孔中通过 一个光子总不能同时穿过两个粪吧 不能同时穿过两个粪 那它跟谁干涉 就不可能出现干涉的纹路啊 所以泰勒就想看看到底这个光子 是从哪个粪传过去的 于是他就在这个粪旁摆了一个摄像头 然后重复前面的实验 最后他发现 它确实是一个粪一个粪穿过去的 可实验结果却发生了变化 干涉条纹消失了 变成了两道明亮的杠 也是他最开始想看到的 可为什么所有条件都没变 只是加了摄像头观测 结果就变了呢 于是泰勒将摄像头移开 果然明暗相间的干涉条纹又出现了 这就奇怪了 就好像光子因为他的观测 而改变了自己的状态 以前是波 你一观测 我就变成粒子 这个特点就和现在的游戏系统特别像 如果我们在一个游戏中 移动控制的角色 那么游戏引擎很快就会在角色周围 生成整个环境 包括城市 街道 汽车等等 这一切只有当角色注视他们的那一刻 才会出现 而在视野之外 没有任何东西 就像你戴着VR眼镜 当你直视前方时 计算机不会加载任何你身后的东西 只有当你转过头 那些东西才会变得可见 但当你转身的瞬间 所有的一切也立刻消失 这是为了降低这个系统的运行压力 那么想象一下 当你摘下VR眼镜 回到现实中时 你怎么知道 同样的事情 没有发生在我们以为真实的世界中呢 如果我们所处的宇宙 也使用相同的方式 来处理我们观测到的物质世界 是否说明这个宇宙是虚拟的 更让科学家们崩溃的还在后面 量子力学是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物理学理论 在量子纠缠中 两个粒子 无论相隔多远 只要你操纵其中一个 另一个的状态 也会立刻受到相应的影响 并且这一反应速度比光速还快 且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我们都知道 爱因斯坦曾提出了相对论原理 他认为信息无法超过光速传播 但是目前科学家通过不断测试确认 量子纠缠的速度 至少要比光速快十万倍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 这在爱因斯坦开来 完全不可能发生在物质世界中 难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要被推翻了吗 于是1927年的第五届索尔维会议 成为了这场辩论的重要舞台 这次会议 聚集了众多诺贝尔奖得主和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 他们带着各自的理论武器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爱因斯坦和波尔对量子纠缠的辩论成为了会议的焦点 两位大师的思想交纷 不仅在科学上产生了火巴 也在哲学上引发了深刻的思考 一些科学家感到十分震撼 也许爱因斯坦并没有错 只是他没有意识到 如果宇宙是一个模拟器 在被模拟出来的虚拟世界中 两个纠缠后的量子就是由同一程序控制 当其中一个量子被影响后 程序会发出指令 使另一个量子也同步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 改变的速度就不取决于两个量子 在虚拟世界中的距离 而仅仅取决于程序发出指令 到操作指令的时间了 这就能解释 为什么两个粒子 不论相隔多远 都能瞬间影响彼此的状态 这一现象 与爱因斯坦一直坚持的相对论原理相悖 也让他开始怀疑世界的真实性 而这个世界的bug还远远不止这些 我们知道 CPU的主频 也就是主时钟频率 是影响计算机性能的关键指标 计算机不可能在超过主频的状况下工作 打个比方 如果我们每分钟最多只能走50步 那么我们的迈步主频就是50步每分钟 对于计算机来说也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台神级计算机模拟的虚拟宇宙中 那么这台计算机的主频是多少呢 有人提出 它的主频就是光速 物理学家告诉我们 光的速度是30万千米每秒 它是恒定的 不可改变的 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被超越 那这不就和计算机的主频一样吗 于是光速成为了证明虚拟世界理论的证据 根据相对论 光速还和时间有关 当物体速度增加时 时间就会减慢 假设你乘坐一艘以光速前进的飞船 前往30光年远的地方 在地球上的人看来 飞船上的时间几乎是静止的 为什么我们宇宙的速度和时间是相互联系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限制 如果宇宙是模拟的产物 那么这种现象就很合理嘛 因为光速就是计算机信息交换的速度 这个速度是不可能被超越的 更恐怖的来了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是不是宇宙中唯一的智能生命呢 想想一下 宇宙的广袤和浩瀚是何等的令人震撼 我们的家园地球 只是整个太阳系中微不足道的一员 而太阳系本身在银河系这个巨大的宇宙家族中 也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落 银河系在宇宙中也只是一颗微小的沙粒 宇宙中有着数以亿计的恒星和星系 它们分散在遥远的距离上 可为什么诺大的宇宙 人类始终找不到外星文明存在的痕迹呢 于是1950年 著名的美国物理学家恩里克·费米 在讨论不明飞行物和外星人的问题时 就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Where are they? 它们在哪里? 他意识到的问题是 银河系的大小只有十万光年 有一百亿年的历史 即使以千分之一的光速进行星际航行 智能文明也只需要一亿年 就可以探索和殖民整个银河系了 可目前为止 我们连外星文明的痕迹都没有发现 这不是很奇怪吗 而几十年来 科学家们也一直在用各种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 但都没有完美的答案 有人说是宇宙中的智慧生命 非常稀缺且分散 它们之间的距离太过遥远 以至于互相发现或交流变得异常困难 也有人说高级文明会刻意避免与低级文明接触 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做可能会干扰低级文明的发展 甚至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还有一种就是 从无到有 再到发展成高等文明的过程中 存在一个或多个极其艰难的阶段 这些阶段就像是一道道巨大的过滤器 筛选了大多数生命的进化 或许我们已经成功通过了某些大过滤器 也或者我们还没有面对最致命的大过滤器 更有可能的是 我们已经是大过滤器的最后产物 也就是说 我们是最后幸存的高等文明了 这是美国经济学家罗宾汉森 于1998年提出的大过滤器理论 曾一度让人认为 这是最有可能的答案 但是随着AI智能的发展 人们认为虚拟宇宙或许才是真正的答案 因为如果世界是虚拟出来的产物 那么它的模拟器性能 或许只能支撑人类这唯一的智慧物种 这也是找不到外星生命的原因 在人工智能领域看来 人类的一切行为包括意识 都可以被视为信息处理过程的产物 那么人脑中包含有大约860亿个神经元 每一个神经元都和其他数千个神经元形成连接 如果有一台神级计算机可以模拟整个宇宙 这台计算机需要多强呢 我们的大脑每时每刻都在不断产生想法 如果把每个神经元的互动都计做一次运算的话 那么你的大脑每秒钟会产生10到20次方运算 这还仅仅是一个人 按照目前整个人类历史 大约产生了1000亿人 平均寿命为50年 一年有3100万秒 把这些数值相称就会得到一个更惊人的数字 如果宇宙是它模拟出来的 那么它的运算结果比地球上所有沙子的数量加起来还要多 而想要轻松模拟整个宇宙 就需要一台掌握了整个星系能量的计算机 这对于高级文明来说是可以做到的 前提是他们如何在到达那个阶段之前不灭亡 还有一个可以佐证世界是虚拟的 那就是地球监狱说 这个说法并不是头脑发热想出来的 也不是所谓民间的伪科学 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人 是美国知名的生态学博士爱丽斯·西瓦尔 在2013年的11月 他发表了一篇论文 名为人类并非来自地球证据的科学评估 他发现人类和地球上土生土长的动物都不太一样 并且有很多人类无法适应地球受到限制的证据 比方说有很多人在坐简单的升降电梯时 身体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不适应 绝大多数人在上升到远离地面一定的高度之后 都会不自然地产生恐高的症状 甚至头晕昏迷 就连研究宇宙重力学的科学家们也曾发现 任何太空飞行器在试图驶离地球轨道时 除了引力之外 还会受到一股强有力的能量束缚 在地球外围 似乎还存在着一个无形的引力圈 就像是一种囚禁一样 不仅仅是这样 在1977年 NASA将旅行者一号发射升空 根据当时科学家的计划 旅行者一号应该以每秒约17公里的速度 行驶到太阳系之外 且在2012年8月会从太阳系中飞出 但奇怪的是 当时已经到达太阳系边缘的旅行者一号 在2012年5月的时候 遇到奇怪的磁场阻力 导致速度直线下降 科学家们推测 可能是遇到了太阳系的围墙了 也就是奥尔特云 它位于距离太阳系直径120亿到250亿公里的地方 在这里有很多行星陨石都出不去 就连太阳风也会被阻挡在这儿 被科学家称为鸡蛋壳 这个壳的厚度经过估算大概是70亿公里 从深入高空到离开地球 再到太阳系围墙 为什么会出现层层限制 难道地球的环境 真的是被精心设计 用来限制人类发展的吗 还是说就像虚拟游戏中的设计一样 虽然我们可以在游戏中自由行动 但却无法离开游戏开发者设计好的世界范围呢 于是他们设计了大气层 阻止玩家向太空扩张 设计自然灾害 可以用来控制玩家的行为 而生物圈中的一切都可以用来维持玩家的生存条件 于是更多的科学家由地球监狱说 进而推测这个世界的真实性 并怀疑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 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而设计者为了不让人类脱离控制 过早地发现世界的真相 于是选择制造了各种限制人类的设计 不过也有很多人认为 怎么可能世界是虚拟的呢 因为我们看到的摸到的 闻到的一切是那么的真实 就连吃饭之后的饱腹感 难道也是能模拟出来的吗 但事实上我们的感官感受到一切之后 都会通过神经给大脑一个信号 然后大脑才知道我们看到了什么 闻到了什么 所以想要门闭大脑 只需要一个特殊设备 不断地给大脑输入特定的信号就可以了 2019年马斯克Neilink公司制造的脑机接口 其实也是这个原理 就是说把你的颅骨敲碎一块 然后避开大脑血管 将一条线路植入脑中 这种接口听起来就知道风险很大 即便是植入技术解决了 还有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信息技术 没有办法解读大脑的所有信息 但是这些技术并不是完全的不能实现 未来某一天 如果这些东西全部实现了 那么人类就会迎来虚拟宇宙的时代 我们不需要创造一草一木 只需要设定一些基本规则 比方说宇宙中最快的速度是光速 比方说宇宙中的最基本粒子等等等等 然后按下快进键 直接跳到138亿年之后 就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可如果人类能够创造出虚拟宇宙 那么这是否变相的证明了 我们生活的世界 就有可能是高级文明创造出来的呢 而高级文明的世界 有没有可能是更高级文明创造出来的虚拟宇宙 这简直就是一个无限循环的嵌套世界呀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K哥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